被人抓住手腕怎么办 大拇指指向我自己 很轻松就出来了 当对方抓住我们的手腕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挣脱 很多人会出现 抓住你的手腕 或者是试图把你拉走 或者是试图抓住你的手腕打你 手腕看似很容易抓 但是其实也很容易挣脱 第一集我们先讲一下手的弱点 那我们看当对方抓住我手腕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下 从什么地方挣脱 我们小的时候翻墙 跳起来把墙上去 然后在墙上挂着不敢撒着 推得要吊很久 为什么能够吊很久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手 这个位置的四个肌肉群 是非常有力量的 它能够抠住墙头 所以如果它抓住我的话 我是不可能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是怎么也出不来的 那么相反的方向 能不能从手背出来 如果我能教大家怎么从手背出来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是一科幻片 教的是怎么穿越物体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大拇指 人的手的特点就是大拇指是独立的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和其他动物来说 它是最灵活的 我们人类大拇指是 所有动物里面大拇指最灵活的 但正因为如此 大拇指相对来说比较薄弱